金融市8月2号出现一例确诊病例 连续8天加龄破功 金融市长尼奥昌说明 这名确诊者是台北某银行电销人员 与台北市指标个案 15774具会接触被匡列 经PCR采检后确诊 目前收治金融长安医院 而对于许多长者担忧 第二剂疫苗核实施打 尼奥昌强调长者有数位落差 如果单靠预约登记平台恐有困难 因此再向中央喊话 希望65岁以上民众 维持由地方政府造册施打模式 态度非常的清楚 打疫苗是一件好事 然后也鼓励民众打疫苗 但疫苗的一个施打的方式 千千万万不要造成民怨 也不要造成老百姓的一个困扰跟不方便 那从我们过去施打的经验来看 由地方政府我们民政系统造册来施打 是又快又顺又好 所以我们当然尊重中央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 那我个人是觉得 65岁以下采取现在的平台的模式 去做登记的一个施打 这个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意见 但65岁以上的这些长辈 因为在第一季的部分就已经是用造册施打的方式 而且实施的非常的好 所以第二季的部分 我个人是认为至少至少应该双轨制 那因为很多的长辈家里面是没有手机 也没有这个上网的一个工具 那如果要到家里面去帮忙做这个登录的话 或者是医院登记的话 这会造成地方政府非常大的一个困扰 还有人力的一个负担 更重要的是说时间可能要拖得很长 这个可能跟中央希望能够提高施打率 这个政策的一个目标会有所违背 那所以我们还是觉得在地方政府 我们很多的县市长 其实就实际实务的一个状况 也不断的给中央建议跟提醒 至少65岁以上 用造册的集中的一个施打的方式 可能会是比较恰当 另外对于刚在东奥永夺 男子羽球双打金牌的李洋 及他的教练陈宏林 还有戴志颖的教练赖成 都是基隆高中校友 李洋成也证实已经与集中方面商讨规划 在基隆市举办羽球英雄游行 最快9月成行 这个缘分我想是起自于 郑永成教练在22年前来到集中 担任教练开始 并且他的太太 这个杨彦平老师 也帮了很多的一个忙 所以这个夺牌的成果 我觉得是要感谢 包括我们郑教练 还有他太太以及立任的一个校长 可以说是20年磨一剑 非常的不简单 那我们当然是已经跟学校在讨论 这个奥运夺牌的英雄 在全市举办游行的一个构想 那不过我们知道 他们现在得牌之后 回来一定非常能忙 那我们中央应该也会规划 相关的欢迎的一些仪式 那我们目前有关于 在基隆的羽球英雄的游行 他的一个内容形式 还有时间 我们正在跟学校 在进行相关的一个规划 当然因为现在选手也都还在 这个奥运的一个会场 我们也会等他们回国之后 再跟他们一起做商讨 那有具体的一个规划之后 会跟大家做报告 我们预计可能的时间 应该也是在 大概9月份的时候 因为可能不会那么快 要等他们回来 刘昌强调如果顺利成行 这将会是具有基隆特色 充满基隆位的庆功活动 请大家拭目以待 记者张琪腾 基隆报导